我們現在再跟大家介紹一下回到Photocab 介紹一下這個叫自製縮圖頁範本 那Photocab呢它也有類似我們剛剛在這個好照片裡面這樣的效果 那而且你可以把它做成什麼範本 下次的話就直接套就好了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到喔這裡有一個範本 我就把照片宣了是不是就套進去了 我們來試一下喔 你可以到Photocab裡面 我們從上面這邊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縮圖頁 這個 上面這個縮圖頁 點一下一樣就新的編輯就可以了 好 你可以看到裡面現在是不是有好多種 跟剛剛有點雷同的 可是它的變化會更多喔 比我們剛剛在網上看的更多 你看還有很多不同形狀的變化有沒有 那萬一這裡面如果沒有你的 也沒關係你可以下面這邊直接自己自訂 那它的使用方式就有點類似我們在握的裡面 各位有沒有用過表格 分割跟合併 跟那道理是一樣 當然形狀不見得一定要是四四方方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裡 請問這個是幾藍幾列 你看右手邊的可能比較容易了解 這樣是幾藍幾列 把這一條切過去 這一條切過來 這樣應該就很清楚了吧 橫的叫做列 直的叫做藍對不對 所以三藍兩列 那我們現在呢 剛好在那個範本裡面沒有 所以我就直接告訴它 我想要怎麼樣 用直接不太用模板直接進入新的編輯就好了 好那這個時候呢 它會告訴你 請問你要輸出的是多大的 我先用八百六百好了 有沒有看到右手邊這裡有幾藍幾列 幾行幾列看到了 你就把這個輸進去 我們剛剛是三行對不對 兩列 那如果你縮圖跟縮圖之間要一點距離 你可以留著 好那縮圖跟邊緣 就是我們整張跟邊緣 有沒有距離你也可以自己留著 假設我這邊都把它射成平 好了 好按OK 好 它現在進來 就進來了 那進來之後 你就可以像我們一般 處理表格的方式 因為如果你一張這樣進來 那你沒什麼啊 對不對 那你可以看看喔 你看這裡 在下面這裡有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在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照片物件控制 好 照片物件控制 現在呢 這個按住 Ctrl 有沒有同時選起來的 好像檔案中管一樣 同時選起來之後把它合併 兩個變一個 這個按住Ctrl 合併 那你會合併就會分割吧 一樣的道理 對不對 現在只差什麼 照片要進來而已 所以你就把你的照片 看你要哪一張就丟進來 這裡有啦 其實我們這個鞋子 這裡我有準備 不過沒關係 像這樣 有沒有都進來了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像這樣子一樣 點到哪一張 在右上角那邊都可以個別調整 看你要對到哪邊 所以這個是它的優點 你可以像這樣去做 那最後呢 如果你做好了 你做好了 我們可以從這邊 把它存檔 可是你會發現 哇 怎麼存檔有這麼多種 你看 有所謂的儲存專案 儲存模板 還有另存影像 這邊有三種 這裡有三種 另存影像就直接出去 這個比較沒問題 但是這裡專案跟模板哪裡不一樣 如果你是儲存專案 那就存著它的專案檔 沒有問題 下次你可以在模板這邊再打開 但是各位有沒有記得 我們剛剛進到這個 縮圖頁編輯的時候 他有給我們一個範本去選擇 去選擇 如果你希望放在那個範本裡面的話 這叫做儲存模板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甲軸在這邊你做 你就可以給你這個 一個名稱 好 存檔 OK 這裡我就先關掉 下次我在進來的時候 你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自己的 所以用這種方式有個好處 有人會做模板的 別人只要負責會套用就好 對不對 有些你常用的 你就可以把它做成模板 那因為Folocab本身的難度不高 他的學習曲線就相對比較快 這樣會的 這是給各位看一下 那當然這個模板本身也可以加上什麼 你本來也可以加上 右手邊可不可以加上文字 一樣一樣 都跟我們剛剛編輯一樣 所以不是說 一鏡都一定要照這個樣子 你可以再自己加上自己需要的東西進來 所以在這邊跟大家再補充一下 我們最後面這一個叫做字字說圖頁的範本 像這個就是我把它用在網拍上的 你也可以加上字啊 或加上這個架滾把它放進去 好 所以我們今天 大致上就把Folocab先介紹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個Folocab的部分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啦齁 你看我們今天來看的 線上具備的好照片 還有很多那個圖庫的資源 你都可以嘗試看看 影像處理就是因為有太多東西 所以你多了解一些使用的方法 那可能以後您在處理照片上就相對比較簡單 那最後一個不要忘記的 PNG這個格式很重要 你以後要找圖片時候盡量找這一種 會比較容易 而且品質也會比較好 好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